刚炒完菜的热锅放在灶台上容易划伤台面 放在地上又不安全 许阿姨是怎么做的呢 刚炒完菜的热锅还是放在灶台上比较安全 只要一个小帮手就绝对不会伤到台面 咦 灶台上垫了什么 看起来很眼熟啊 其实就是装鸡蛋的托 热锅放在上面很稳当 很安全 而且还保护了台面 下次吃完鸡蛋 记得要把盒子留下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明厨教做加炒菜 窍盆一扁就明白 今天教您做人参红枣炒虾条 一提人参 大家说这好东西 第一个感觉贵 第二个感觉会不会上火 第三个感觉不会做 都知道这个人参是好东西 怎么用人参做菜 我们今天请来了郑志强正常 让他给咱们露一小手 有请郑志强 郑志强高级烹饪技时 兴起酒店行政总厨 今日推荐人参红枣炒虾条 这个人参有四大家族 我来这个班门弄 第一就是吉林参 第二就是日本的东阳参 第三就是国美的西洋参 还有一种参就是韩国的 韩国的高丽参 所以今天的我们这个参 咱们这样边说边聊 咱们介绍一下主料股料 我们的主料就是虾 股料就是西洋参 下面来自我们东北的吉林长白山的 长白山的 吃不上火 中天吃 红椒 纤椒 鲜的红椒 看看这边 我们的味精 胡椒粉 香油 原肥 一般的家里面用的了 我们第一步就是把虾 我们去市场买的虾 就把它回来洗干净 虾线 这些虾线 洗完干净的 我们就放在案板里 全放案板里 把它在案板里 我先拍 先拍 拍成绒 拍成绒 用刀背弄 还拍成烂的 处理好的虾仁要像郑师傅这样碾拍 虾肉更容易剁成绒 用刀背 用刀背来敲 斩一斩 这样弄起来就有胶性 虾胶 对啊 虾胶 虾胶 我们叫虾胶 用机器搞那种胶性没这么好 正好我们有很多观众 在网上就问我们 怎么做虾胶 它不是脚的 不破坏纤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们放在这个 这个容器里 虾胶已经打好 我们先给烟 先给烟 先打 因为叶那是搓它 它有盐味 纤维就敲开了 把它顺时针 不要往返 一定要顺时针 打出劲 打出劲 一定要给烟 观众知道 相信了 相信了 看就给 一点味 一点味 一点胡椒粉 一点香油 一点小小的糖 调它的鲜味出来 一点点生粉 好 好 再进来 再接下来 还是吃吃 好了差不多了 OK了 我开火煎了 那你跟我开火了 我开火了 开火了 把这个虾胶再煎饼 你就跟我煎饼 我就切一遍了 好 这样 够够够够了 够够够了 够够够了 五六成的时候 对了 我们可以收火 给压一样 先在铲子上蘸一些油 再来按压 虾胶就不会粘在铲子上了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说 我在这个餐馆里吃过这个虾胶 他不知道怎么做 我们自己做 董老师 你给我煎了 我切别的料了 好 我切腹料了 西芹的 这个起饭吃西芹多的 就多搁一点 对 这个如果起饭就小搁一点 什么时候翻动了 差不多了 可以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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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要慢慢火了 真的不错 你看 谁要我这种懒人 这就可以吃了 这个人是不会上火吗 一般你别吃到太过量就行了 不要炖炖都吃 不用炖炖地吃 有些人是吃 并不贵 不贵 在自由市场里有卖多 zel的一半都几块钱一条 impacto 按下筋 已经有弹性了 按下筋的刀不是仰大的有弹性的 熟了拿出来 把它拿 改一改刀 下调 下调了 切 切到它 感觉到大块一点 有点直到它使用 里边的平面 我们 备好了 我们把红枣了 红枣要把小刀切就行了 把小刀切就行了 先的冬枣 这我可知道 它是维C之王 维C之王实际上是指的是仙枣 最近我刚看了一个报道 仙枣是维C之王 是吧 我们先不准料到切好了 看这煎囊虾的底油 我留着别用到 我先把这个 爆香 煎 葱 香葱 蒜片 胡萝卜 把它爆香 香味出来了 香味出来了 好 放在这个下去 哦 快熟了 好 颜色也很漂亮 对 下条叫后放 后放 先放芹菜 放芹菜差不多要 一半熟了叫做放红枣 红枣不能太熟 太熟了它就不脆了 对 它不脆了 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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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红枣 其实我们现在菜市场还能买到一种东西 就是鲜牛蝗 鲜牛蝗 也可以像这样 对 大家也觉得这个牛蝗是好 不知道怎么做 这是一种做法 好 稍微蘸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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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着这个 差不多 我就放这个了 好 再调 好 下调 好 接着这个 下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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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给太多 下调了 好 好 好 开火了 开火了 这个我想吃起来一定很温 对了 而且这个鲜牛还很脆 我吃过生枣 吃过蒸枣 吃过竹枣 又没吃过炒枣 炒枣 非常好 而且它那种甜也非常自然 对 是一种植物的这种原味的这种甜 这几个步骤您盘点一下 我的步骤 先是拍虾胶 拍完之后 打虾胶 各烟 各杯 各淀粉 然后煎 少许油 煎到两边 煎黄色 用我们这个煎虾胶的底油 再加热 然后冰箱 葱 姜 蒜 然后下去 没错 但是这个虾条 改完道的虾条厚 厚 厚厚厚 明天啊 早上还是老时间 老地方 老朋友 还是那句老话 不见不散 再见 哇 好诱人的麻辣鲜鱼 如何烹制的这么鲜亮 哦 原来武昌鱼 还可以这样吃啊 明天烹饪大师区号 给我们介绍一道新吃法 豆瓣鲜鱼 鲜辣无比 让您胃口大开 敬请关注 你说 梅 敬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